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们基督徒一直在传讲耶稣要再来 已经传讲了几十年 他仍然没有来 那人接着对那位传道人说了一些非常无理的话 周围的一些人也开始附和起哄 然后欢呼起来 传道人并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 他继续对这位不友善者说 你可能不相信他会回来 我不会在这里试图说服你相信他会回来 请允许我读一节经文 西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传道人说 不管是你去找他 还是他来找你都没关系 死亡有100%的记录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你的创造者 那位你现在正在嘲笑他 轻慢他的那位神 有一天你必须对你的行为做出交代 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了这位男士 但他却无动于衷 这个福音信息对他完全起不了作用 我心里在问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是这样的 当你听到福音信息而无动于衷时 你让自己的心刚硬 然后当你再次听到福音信息 神的灵开始动工时 你把自己的心变得更刚硬一些 以拒绝这福音 神说 我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 每一次当你拒绝圣灵或福音信息时 你的心对于神的声音就变得更刚硬 你的心不仅是对福音信息如此 对罪也是如此 当圣灵告诉你 不要做某件事时 你忽略了它 忽略了你的良心 你的心对上帝的声音变得更刚硬了 下次当你有机会时 你又犯罪了 这次犯罪比上次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你的心刚硬了一些 然后下一次 同样的犯罪又会更容易一些 因为你的心又更刚硬了一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让你的心 对福音信息和圣灵的声音变得刚硬 你要接受福音的信息 悔改并得救 不要在你的生活中怀着罪恶 我读过一篇基督教医生的文章 他曾经面对许多病入膏肓的病人 他说 他的所有病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是 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 他们都不会想要更多钱 不会在乎自己容貌是否美丽 不会在意财产有多少 也不会关心他们是否守得住政治权利 但他们都希望拥有的是时间 面对死亡的现实 世间的一切都变得空虚 不值得去为了世俗的一切奋斗争取 难怪约伯纪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记载 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人生唯一重要的是耶稣 而不是那辆你努力赚钱买来的车 你的豪宅 你追逐的那些女人 或者你在健身房度过的时间 当你即将踏入永恒之时 所有这些都将毫无意义 到了那一刻 我保证你不会考虑你的房子 你的公司 所有这些你看成比上帝优先的事情 到了那时候将变得毫无意义 唯一重要的是你与耶稣的关系 亲爱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 重要的是关于他 我们这一生和金钱 名望 享受或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无关 我们的这一生和耶稣有关 圣经使徒行传四章二节告诉我们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人自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清楚告诉我们 他是通往父的唯一途径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人自在你最没有想到他会来时 将会来到 当我阅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时 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有一个人 在末世的一个人 每天早上同样的时间起身 享受他的热水浴 吃他的早餐麦片 然后跳上他的豪华轿车 开车去上班 他喜欢他的工作 工作完毕后回家 然后去健身房运动 睡前看一些电视 然后上床休息 他一生中都没有想过上帝 上帝对他来说是谁呢 他的生活照常进行 他在喝水 吃东西 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上帝的问题 他也从来没有考虑罪的问题 他从未承认上帝的纯洁 他也一直没有承认神的主权 他更从未想过上帝的圣洁 他活着的一生 从来未曾停下来去想 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也没有想过上帝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没有想过上帝会有一天 对于他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心思意念将要审判他 他从来没有害怕地狱的现实 也从未做下来想过地狱的永恒行靶 他从来没有想过地狱里哀哭切齿声音 也从来没想过一个神圣 纯洁永恒的上帝 因他的罪而对他发怒 他所做的只是过着正常的生活 不知道人子要来 有一件确定的是 当那一天人子来的时候 这个人会感到非常震惊 现在 我今天信息的重点很简单 无论是被提前发生 还是你进入永恒先发生 你做好 准备迎接你的造物者了吗 你和耶稣有关系吗 忘记今生的事 你人生最后唯一重要的事 是你和耶稣的关系 不要像以上提到的那个人 他一生都没有把上帝 放在生命中的优先地位 你要让上帝成为你生活中的优先 停止说什么活在当下 你要做的事 展望永恒 你的生命不会在你肉体 没有气息时就此结束 你有永恒在等待着你 那永恒的永生的时间 上帝希望你与他共度永恒 上帝以超凡的力量 来拯救你 他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你 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你要活好每一天 就像基督在今天会再来那样 或者就好像你今天会见到他一样 以那样的态度生活 不要自满 不要相信魔鬼散播的谎言 告诉你 你在年轻时可以犯罪 然后等到九十岁时 再悔改并将你的生命献给基督 谁告诉你说 你会活到那个年龄呢 就像我开始说的 每一次当你拒绝上帝时 你的心就更刚硬了一点 好好生活 把你的生命献给主 你要抓紧的是耶稣基督 你要紧握着他的手 你会使用这种计划 有没有想要 你会使用